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卸露天机全国东森同学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大文老师 好 赚钱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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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条道路 就在这里 锁定主流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锁定主流 重压大卖 问题是全国同学 你做得到吗 你办得到吗 什么是主流 你看得懂吗 我想主流绝对不是看电视听消息 你一定要从大户筹码结构泄露天机 只有大户筹码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你 谁是未来会大涨的主流 所以大户筹码对任何一档股票 未来到底是大涨还是大跌 永远事前给你交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所以全国同学 你听张老师节目 永远未来谁是主流 你事前早就掌握了 我事前早就告诉你了 好 来到股市 就这么两个结果 你看懂主流 锁定主流 重压大卖 你自然而然就是开开心心地享受后面 大波段的获利 就这么简单 但是问题 全国同学 你股票是怎么买的 每天听消息 对不对 看电视听消息 乱买一通 乱射飞标 对不对 这个买一张 那个买两张 人家讲航海王 航运股就拼命买 对不对 人家讲钢铁王 钢铁股就拼命买 船铲股好 船铲股就拼命买 然后电子股好 IC设计就拼命买 搞到最后呢 一类类啊 你乱射飞标 乱枪打鸟 每天看电视听消息 听八卦 人家说航海王好 就乱买一通 对不对 真的 七月份多少人航运股 对不对 阳明 长龙 两百多 万海 三百多 都乱买一通嘛 你听到人家说航海王就买 七月份听到人家说钢铁股好就买 七月份听到人家说船铲股好就买 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懂主流 乱听消息 乱买一通 乱射飞标 最后满手满手买错主流 下场呢 就是严重亏损套牢 所以买错主流的下场 真的会让你输到痛哭流涕 会让你输到怀疑人生 怎么那么痛苦 为什么 你买错主流乱买一通嘛 是不是 什么是主流 来导播打一下大盘从七月份 大盘K线 同学不啰嗦 对不对 七月份大盘K线 导播再稍微往前一点好了 七月份大盘K线在一万八嘛 是不是 你说张老师你说买错主流很惨 结果上个礼拜大盘 还在一万八附近 你说张老师 四个月前大盘在一万八 结果四个月后上礼拜 大盘还在一万八 那理论上来讲不应该赔钱呢 不应该赔钱呢 但是多少投资人七月份去 你不管买到航运股 钢铁股 传产股 电子股 你买错主流 大盘四个月前在一万八 现在大盘还在一万八附近 但是四个月前你买错主流 我跟你讲你的下场 三百万剩一百万了 同学 三百万剩一百万 你可能讲张老师 你很夸张 怎么可能呢 大盘对不对 四个月前在一万八 现在还在一万八附近 怎么可能三百万剩一百万呢 来 我们不啰嗦 七月份全市场跟你吹虚 吹牛 航海王 我们看万海好不好 同学 三百五今天剩一百五 四个月前大盘一万八 现在还在一万八附近 但四个月前你拿三百万去买万海 今天是不是剩一百万 你自己回答我 三百万是不是剩一百万嘛 灰头土脸啊 让你赔得痛哭流涕啊 七月份很多专家说 钢铁股 钢铁王 来来来 中虹看一下吧 中虹 六十多杀到三十多 是不是三百万剩一百多万吗 很多人说 哇 传产股是主流 来 七月份很多台面上专家 拼命追什么南地 来看一下南地好不好 一百七杀到七十几 三百万剩一百万 三百万剩一百万 升丰 看一下升丰 传产股 哇 很多人乱追 三百杀到一百多 三百万剩一百万 没夸张吗 电子股 来看一下敦泰好不好 敦泰 两百九杀到一百三 是不是一样三百万剩一百多万了 同学 张老师讲话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你七月份 不管你买 对不对 买钢铁股 买航运股 买传产股 是不是 买电子股 三百万到今天剩一百多万的 比比皆是 一大堆 但是七月份 张老师跟你讲主流是什么 电池三雄 电动车 电池 商机 美其码电池大厂美其码来导播打一下美其码 从七月份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同样的时空环境 同样在中华民国股市 我不是拿别的国家的股票来给你比 同样的时空环境 你七月份去买航运股 买万海 来导播先打万海 三百万剩一百万 没错吧 对吧 三百多跌到一百多 你七月份三百万 今天剩一百多万 谁了解你的痛苦 张老师了解 对啊 谁理你啊 没有人理你啊 那七月份张老师苦口婆心 带领全国同学 请大家赶快跟上脚步 电动车 告诉你是未来十年内最劲爆的产业 当时带大家全力重压的电池大厂 美其码来导播看一下美其码 七月份在六七十块 涨到一百八 是不是一百万变三百万了 是不是同样的时间 你买对主流一百万的美其码会变成三百万 但是你买错主流 不管你买到航运股 钢铁股 传产股 电子股 三百万剩一百万 是不是 所以张老师每次跟你讲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的内心是很沉痛的 你不要以为我再跟你随便讲一讲 所以同学你要赚钱没有问题啊 张老师事前跟你呼吁的主流 你要赶快赶快赶快重压大买 赶快跟上嘛 对不对 你不要张老师跟你讲电池电动车主流 七月份告诉你美其码 你看戏 结果满手航运股 结果三百万剩一百万 对不对 不能看戏 要行动 对不对 真正要跟上脚步 好不好 好 那七月份以来 大家也亲眼见证 电动车 电池三雄 大涨两倍的同学 那错过 对不对 电池三雄 大涨一百多块的 未来谁会大涨 未来谁会大涨嘛 张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我的节目不跟你啰嗦 我就是 对不对 跟你定口机 跟你挑明的讲 未来谁是大涨 未来谁是主流 你赶快跟上 四个月前 送你的电池三雄 大涨一倍两倍 对不对 六七十变一百八 还有怎么样 那未来谁会大涨 我讲过 错过电动车 电池 未来谁会大涨 谁啊 未来谁是最劲爆的产业 不要啰嗦 就是元宇宙 就是元宇宙 未来高达七十兆的商机 同学 什么脸书 微卵 Amazon都拼下去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所以元宇宙就是未来 下一世纪 下一世代 人类全新的网络系统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过去是2D 对不对 网络系统 对不对 未来是3D 全新的网络系统 好 那元宇宙里面 我跟大家报告过 对不对 元宇宙带动了 美国什么 挥打股价 从100充到300 为什么 因为未来元宇宙 需要的是3D的环境 会造成什么 上游细晶元 供不应求 细晶元会供不应求 所以细晶元已经再度酝酿涨价 甚至明年还要涨价 甚至明年后年会 继续缺货到明年 甚至后年 未来会缺货两年 好 那元宇宙商机 你要如何锁定 我说 矽晶元带动 需求涨价之下 这档股票 溜溜大顺 我告诉你 整个大底结构完成 大底结构完成 从70多块 70多块 大户强力翻多 同学 昨天呢 昨天虽然涨停板 虽然涨停板 也不过在70多块 76块附近 对不对 我说这只是第一只涨停 第一只涨停 何时 何时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全部同学 昨天还特别叮咛你 昨天还特别叮咛你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何时 回答我 今天大盘怎样 来导播照一下大盘 今天走势 今天大盘有大涨吗 今天大盘指数 今天大盘走势 对不对 来来回回 尾米不振 最后收盘 涨个11点 没什么动 这两个国家 昨天已经叮咛你了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全部同学 自己亲眼看一下 今天一早 今天一早 都还在平盘附近 都还在平盘附近 对不对 三个钟头随便你买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尾盘呢 怎么样 晴天一注 对不对 大地一声雷响 狂涨 大涨 一口气拉到 79.8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快了吧 快了吧 不仅八字头 再问问自己 甚至九字头 甚至下一步 好不好 很多东西 张老师都 明示暗示 都事前 泄露天机 是不是 恭喜大家了 那错过 对不对 这个电动车 电池产业 大涨 一倍甚至两倍的 是不是 元宇宙商机 从70多 昨天第一支涨停 特别交代 这才第一支涨停 今天八字头 差两毛就要来了 差两毛就要八字头 好不好 何时看到九字头 问问自己 好不好 问问自己 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元宇宙商机 整个大波段的操作 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跟上脚步 好不好 那我讲过 操作股票 会买股票的 只是徒子徒孙 对不对 太多散户投资人 毛病就是 股票买完 就套牢 不会动 买完就不会动 对不对 不管赚钱赔钱 都不会卖 所以搞到最后 一档五档 十档 二十档三十档 你以为买股票 是在集邮吗 搞到最后 满手套牢 对不对 我想股票不仅要买 你要懂得卖 是不是 操作股票 最大的目的是要 逢高获利 现金满满 最后的关键目的 我们是要满手现金 不是搞到最后 满手股票干什么 满手股票带给谁 是不是 没有用 股票要变现金 所以操作要懂得逢高获利 不是搞到最后满手套牢 对不对 赔得痛哭流涕 那怎么办 那当然不是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操作最关键 要懂得逢高获利 现金满满 来 全国同学 亲眼见证一下 今年中华民国的投资人 多少投资人 上升在航运股身上 对不对 航海王都变成水鬼了 来 你跟着张老师 大乌筹码操作航运股 亲眼看一下 什么叫完美操作 什么叫完美操作 今年我们是什么时候 带着全国东征同学 重压大卖 全新主流 航运股 自己看这四个字好不好 封关新春 今年一月份 我们拜托全国东征同学 重压航运股 一月份 你看一下吧 你看一下一月份 航运股怎样 大跌四成 阳明从三十多 跌到十几块 当时一月份 我们请大家 重压大买航运股 很多东征投资人 打来 张老师你好坏 航运股重挫四成 你叫我买 你要害我 我又害你吗 张老师你好坏 大跌四成 叫我重压航运股 结果呢 我有害你吗 十几涨到两百多 是不是一百万变一千万 两百万变两千万 张大卫会害你吗 七月份 航运股涨到两百三 全市场专家老师都喊 航海王 航海王 张老师跟你讲什么 航海王个鬼 我跟你讲 这铁打你 要乘船 要溺斑 张老师你好坏 人家说航运股航海王 上看三百 你说铁打你 你好坏 我好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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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崩盘沉船溺斑 两百多万变八十几万 我有害你吗 我又救你一次 你又不相信 跌到八十几块了 全市场 所有的专家又跳出来了 航运股很烂 长空结构 不能碰 我又来了 我又讲什么 大跌六成 我说航运崩跌六成 投资价值浮现了 大减便宜 我说今年要赚四十多块 明年赚五六十块 股价跌到八几块 你还不敢买 我叫你大减便宜 你又说张老师你好坏 大跌六成 你告诉我大买航运股 张老师你好坏 我已经跟你讲了 今年赚四十多块 本一比三倍 也有一百二 那八十几到一百二 你是不是一百万赚五十万 两百万赚一百万 赚钱难不难 不难 事前都已经掌握了 跟你讲航运股 最差最差也有一百二 结果八十五 九十 一百 一百零七 一百一 一百二 同学一二六 一个月前跟你讲的事情 马上见证给你看 八十几块变一百二 是不是一百万赚五十万 两百万赚一百万 逢高我说 大赚五成获利一趟 有没有 结果呢 有一天打跌停108 很多人又讲航运股完蛋了 当天跌停108 我说再买嘛 为什么怕什么 一百二十多 卖完108再买 价差有二十块附近 你为什么不买 是吧 十张差二十万 拉回来再买 我说今年获利好得很 还会再攻 还会再攻 张老师航运股很烂 会再攻吗 今天呢 同学 同学 一二六又来了 第一趟让你赚四十多块 拉回再买 第二趟又快要二十块了 航运股到底要涨到哪 你看看 第一趟四十多 第二趟十八块 两趟又快要让你赚了六十块 同学 你听我的话 十张又六十万 二十张又一百二十万 航运股要涨到哪 赶快跟上脚步 我告诉你 到底什么时候看到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何时 好好自己思考这个问题 好不好 操作航运股的 赶快来找张老师 再来未来主流 电动车不用讲了 好不好 每起码从七十到一百 一百八了 这个都亲眼看到 拉回一百五 告诉你再买再攻 结果再创新高 再涨三十多块 两趟一百四十块 康普从九十多 看到喷到一百七十六 涨了快一倍 七十多块 拉回再买 再涨二十多块 两趟又是一百块 聚合一样 从四十多 对不对 五十六十八十多 四十万变八十万 拉回再买 再度大涨十几块 两趟又四十块 错过电池三雄的 跟你讲华星科 从一百四十多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七 一百八十四 十张四十万 二十张八十万 逢高握力 昨天拉回一期 是跟你讲 拉回再接 今天一八一 再涨七块 两趟又四十多块了 好不好 错过华星科 错过电池三雄的 再来跟你讲 未来最大的商机 就是元宇宙 就是元宇宙 不要怀疑 首先元宇宙 半导体设备大厂的 不同反响 从一百一十多 告诉你 大户强力翻多 结果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十五 十张五十万 二十张一百万 逢高握力 拉回一百四十三块 跟你讲 拉回再接 还会再攻 同学 今天开盘 自己看好不好 一六二 第一趟五十块 拉回再买 第二趟又快要二十块了 两趟又七十块 十张七十万 二十张一百四十万 同样错过 不同反响的 元宇宙商机 昨天告诉你 这档六六大顺 你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再错过了 好不好 十二层金元 功不应求 会缺货到明年 从七十多块 大户强力翻多 昨天呢 虽然第一只涨停 还在七十多块 还在七十多块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今天早上 都在七十六块附近 对吧 张老师 不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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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八字头 马上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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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同样的元宇宙商机 六六大顺 何时要八字头 九字头 甚至更高 问问自己 好不好 我什么都没有讲 我都没有讲 你自己脑袋要思考一下 赚钱真的不啰嗦 那航运股到底要涨到哪 长龙 两趟已经将近快六十块的价差 帮你再度掌握 是不是 所以未来社会大涨 你脑袋思考清楚了没有 想要锁定主流 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不啰嗦 今天请你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股票不要爆了一大堆 搞了半天都不是主流 你是赚不到大钱 好不好 未来谁是主流 错过电磁三雄 再跟你讲元宇宙 元宇宙不知道如何操作了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 回来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呼唇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不啰嗦 锁定主流 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好不好 这一路错过了电磁三雄 大涨了将近两倍 同学 未来这位大涨 未来这位大涨 元宇宙 不要啰嗦 好不好 那回答大涨三倍 那错过回答的 未来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 元宇宙商机 对不对 大抵完成 十二寸晶圆 未来供不应求 缺货涨价 所以从七十多块 告诉你大户强力翻多 昨天第一只涨停 还在七十多块 还在七十多块 何时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今天一早三个钟头 张老师都在七十多块 鬼混 没有错 结果收盘 尾盘 一祝晴天 何时看到八字头 自己回答我 自己回答我 好不好 恭喜大家 何时看到八字头 九字头 继续坐下去 元宇宙商机 要涨到了 赶快拨掉进来 共襄胜举 再来 航运股 看看 什么叫完美操作 我们什么时候买航运股 今年 封关新春一月份 张老师你好坏 大碟四成 你叫我买航运股 我好坏吗 让你大赚十倍 你骂我好坏 来到两百多 全市场跟你讲航海王 张老师告诉你 铁达你要崩盘 要崩盘了 张老师你好坏 你怎么说要崩盘 有没有崩盘 有没有崩盘 两百万变八十万 跌下来 张老师告诉你 八十几块 大减便宜 投资价值浮现了 大减便宜 EPS40块 本益比三倍 也有120 张老师你好坏 大跌六成 你叫我买航运股 你要害我 我要害你吗 我要害你吗 八十几 大减便宜 九十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十六 让你一百万赚五十万 我有害你吗 是不是 帮你赚钱 同学 逢高获利拉回 108 告诉你拉回再买 还会再涨 今年 对不对 潮龙今年赚四十多块 明年赚五六十块 股价 难道这样就结束了吗 太夸张了吧 所以那天跌停108 对不对 逢高获利拉回 再买 还会再供 还会再供126 再突破前高 也不要怀疑 结果那126 来了没有 来了没有 今天我们让你看到 又涨了快二十块了 两趟 两趟 不就将近六十块了 第一趟四十块 第二趟将近二十块 两趟又轻轻松松 让你掌握到将近六十块价差 十张就差六十万的 二十张就差一百多万的 同学 我知道太多人 跟航运股套到一百八一百九两百的 赶快来找张老师 好不好 跟着张老师 把握架杀操作 那航运股到底要反弹到哪里 那再来最重要的元宇宙 好不好 元宇宙双机到底要涨到哪里 今天务必立刻拨电话进来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手上套牢太多乱七八糟的股票 钢铁股 传产股 一大堆 好不好 不是主流 不可能大涨的 你抱的就是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你的财产 搞到最后满手套牢 好不好 未来主流 不论元宇宙 不论航运股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张老师帮助你掌握大破端的获利 拨电话进来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爱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家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应高 独立判断所先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证明不过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